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在耶稣里 当我们先靠了神 神会给我们什么 新的名字,新的祝福呢? 今天我们提思想 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 这一章提到了 第二节 你必得新名的称呼 是夜话亲口所起的 第三节 你在夜话的手中要作为华冠 在你神的掌上 必作为免留 神看我们极其尊贵荣耀 并且神答应我们 过去被称为被撇弃的 是人与神的关系 是有裂痕的 因为人离弃神 神离开人 如今 你必称为有夫之妇 就是美好的婚姻 我们重新跟神建立 最美的关系 不再是分裂的 过去被称为荒凉的废墟 但如今 上帝要喜悦我们 这个地成为神所喜悦的 充满了平安 充满了祝福 五更在这个地 被称为被眷顾的 第十二节 被爱慕被找着的 并且第十二节 人必称他们为圣民 就是根神 立约上帝的子民 何等奇妙的改变 上帝要做这奇妙的工作 神呼召你我 要做什么呢 神 神设立第六节 守望者 守望者 尽心的看守 昼夜不静默的呼吁 耶和华 就是不住的祷告 仰望 我们的守望是用祷告 呼求上帝来保护我们 来怜悯我们 上帝要呼召我们 做建造者 做建筑师 一时节 修竹大道 剪去石头 除掉障碍 为万民树立大起 要建造什么呢 全力以赴建造教会 要引导人 回到神的面前 依旧结识 我们在神的圣所 愿内吃喝 就是我们可以认识神 享受在教会里头 神建造我们 更新我们的 祝福 这张的要解提醒我们 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 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 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 你的地也必称为有福之父 看到神何等爱我们 不去我们离开神 而被神刑罚撇弃 如今神的恩典怜悯 要重新引导我们 同样在耶稣里 神给我们新的心 新的灵 新的名字 让我们认识祂 跟随祂 我们来祷告 谢谢耶稣 过去我们不认识神 是在黑暗中 是光亮的 被撇弃的 有今我们是蒙爱的 是与神和好的圣民 让我们成为 无助祷告的守望者 建造教会 带领人回到神的家 谢谢主 祝福 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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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祝福